如果我們用今年和明年 即是2012年 它要加的就是加9.2% 如果在這個加幅裏面 這90億在明年入帳的錢 不足以解釋9.2% 我們不是說脫樓 或者是清潔能源 這些不需要 是需要的 不過在兩年之間 那9.2%的增幅 不是全部 我清楚講了增幅 明年比今年多9.2% 政府質疑的地方 不是全部因為這個原因 未來這一年 能源大幅增加的時候 作為一間對社會負責任的公司 可不可以採取一些措施 舒緩呢? 譬如 在那個電費穩定基金裡面 講明是我們穩定電價的 在加南這一年 是不是應該去到盡去減少它 而不是說還有流程呢?